肉永远只能靠养的 菜永远只能靠种的 人可以没有奢华的穿着 但是不能没有健康的食品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信念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今年来随着气候不稳定的现象 传统的养殖业和种植业惨遭影响 余大量的死亡菜种不出来 传统的农业模式 全依赖着大自然的条件下孕育出来的 而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常见 我们不能再继续依靠天气 来决定我们的生产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循环水室内养殖系统 Re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简称 RAS养殖技术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方法 它是一种高效 节能 环保的养殖技术 也是一种高科技的养殖技术 它能够通过控制水质和环境 来实现鱼类的高密度养殖 而不依赖大自然的条件 这种技术可以在任何气候条件下进行养殖 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还可以保证养殖过程中的健康和安全 同时 这种技术还可以节约用水 减少电能耗和环保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研究和改进 RAS养殖技术 许多成功的案例已经被证明 在实验室和研究机构里 他们使用最新的技术和设备来优化养殖条件和饲料 同时研究鱼类的行为和健康状况 以确保最佳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而现在 这种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养殖中 许多养殖厂都开始使用这种技术 来提高效率和减少风险 在这些现代化的养殖厂里 你会看到高科技的设备和系统 如生化科技 生物学 物理学 化学 水利工程学 智能监测及控制系统 同时 RS 养殖系统的高度自动化 可以减少人工成本和劳动力 RS 养殖还可以大幅减少养殖过程中的疾病和死亡率 因此也可以提高养殖效益和收益 最重要的是 RS 养殖系统可以完全控制水质 保证水质稳定 从而提高养殖效果和养殖的质量 生产出更健康的水产品 Dr. Fish与博士是马来西亚 唯一一所水产养殖学院专门教导 RAS 养殖技术的 在国内外已经有培训超过数百名的学生 并有着多名学员成功的案例 Dr. Fish与博士受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旗下的 HRD Court承认的水产养殖培训机构 也获得政府的培训项目合同级多家学校的聘请 以传授这项高科技的养殖技术 你对水产养殖有兴趣 RS 养殖技术将是你不容错过的一项技术 我们的课程将向您介绍 RS 养殖系统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让您能够更好地掌握这项技术 提高水产品的生产和质量 赶快加入我们的课程吧